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纽约市官员6日表示 坐落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每年为这个城市带来约为36.9亿美金的经济效益 并提供了近3万个工作岗位 已成为纽约地区第22大雇主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当权总统特朗普将于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 然而据报道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计划与特朗普宣誓就职当天 在华盛顿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 报道称伊斯兰国正在谋划当天恐袭活动 他们企图用鲜血染红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这个极端组织最近数月据称招募了大量讲英语的新成员 从而方便在行动前夕传递信息 据悉特朗普就职当天 美国特种部队将进入高级戒备状态 安全分析师也正在跟进伊斯兰国参与谋划恐袭行动成员的信息往来 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曾多次许诺当选总统后将近一切努力消灭伊斯兰国 副总统拜登周一晚间主持了国会参议员就21世纪治愈法案的投票表决 拜登在会后发表声明指出会于2020年参选美国总统 据报道该法案旨在推动美国未来10年的医疗创新和加速FDA新药审批 除了为总统奥巴马倡导的精准医疗计划和脑研究计划筹款 拜登提出的癌症登月计划也获得了18亿美元的资助 参议员更是以拜登去年因脑癌去世的儿子博拜登来命令该法案 会后拜登表示即便4年后他将78岁 但是他想要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 当记者询问他是否开玩笑时 他表示自己不承诺不参选不承诺任何事 因为计划没有变化快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表推文 表示在飞机价格持续上升之下 政府应该取消向波音下单建造新的空军一号 来作为总统的专机 从而降低成本节省纳税人税金 推文内提到虽然波音不断为未来的总统建造新的747空军一号 但费用已经失控 一架总统专机的造价已超过40亿美元 因此应该要取消订单 据悉今年1月和7月 美国空军和波音公司签署了设计和制造新的空军一号总统飞机的订单 包括更新内部系统 电子系统 电力系统和维护系统 目前波音公司发言人尚未作出回应 联邦调查局 洛杉矶分局与洛杉矶市警局 洛杉矶县警局以及洛杉矶市长办公室 5日晚间召开紧急记者会 向公众公布执法机构 5日早间收到的来自国际恐怖分子的威胁 有恐怖分子声称 计划在今日早晨攻击洛杉矶市地铁 红线的环球影城车站 FBI拒绝透露威胁电话来自哪个国家 但表示该男子使用英文通话 而今天早晨 洛杉矶地铁加强了警力部署 并对乘客们进行了行李检查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 与民众一同乘坐了地铁红线抵达环球市 希望以此来消除炸弹威胁所带来的恐惧 并鼓励乘客继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加拿大方面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公布的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验显示 加拿大15岁学生在科学评比上排名全球第四 仅次于位于前三甲的新加坡、日本和爱沙尼亚 和芬兰表现几乎持平 但与此同时 加拿大学生的数学成绩仍然相对落后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筹划的 对全世界15岁学生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 最早开始于2000年 每三年进行一次 该计划旨在发展教育方法与成果 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 按照要求 每个国家需随机选出至少5000名学生为样本 每个学生做两小时的测试 一部分是选择题 一部分要较完整的作答 测试内容共计六个半小时 但各学生不需测试所有部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一宝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点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